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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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呀 我觉得也应该是在 全中国药山里面 最出名的一个东西 叫做天麻 天麻 我知道有什么 天麻气锅鸡 天麻老牙汤 天麻鸽子汤 所以那现在呢 你猜我们要干嘛 去喝天麻气锅鸡 来来来 是不是 我就想说什么 就是我强都不服 我就服你 永远都是先想的 就是你忘了我们的套路是什么 我们的套路也先搅去 那个食材吗 所以我先带你去的地方呢 是有一家店 我们要先去看一下 在当地是非常聪明 买天麻的 好 那就先去买点天麻去 跟你要带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一家店 就这里啊 永远是天麻 你好 打扰一下 你好 你好 那个我们之前跟您这边 有那个联络过 您贵姓 我姓姓 介绍一下我是Denis 这位是蓬蓬 然后我们是到咱们云南各地呢 我们来探寻美食 就是我们不是有一道菜 非常出名吗 就是天麻气锅鸡 对不对 天麻哪里最出名 当然是 这里 对 就是宜良 宜良的瑰宝 而且知道您这边 就是在天麻这块 其实也是比较有历史传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特意找到您这边了 天麻 又名赤剑 定风草 天麻根状 筋厚肥 无绿叶 天麻富含 天麻素 天麻多糖 维生素A等多种营养物质 其根基入药 用以治疗 头晕目眩 肢体麻木 小儿筋风等症 既是一味名贵的中药材 也是烹饪药膳美食的上等食材 你们之前说的要做什么菜 天麻去个家 我们做那个一般都是用的鲜天麻 新鲜的天麻 这就有 这是这个 你们看一下 这个呀 朋友你以前就等于是没有见过天麻 做过一些这种什么 天麻老鸭汤啊 天麻鸽子汤啊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完全睡不着觉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中药里头 其实有一味就是天麻 它有那个补助棉的那种 既然你其实没见过 之前没怎么了解过天麻的话呢 其实它这个已经是 等于是挖出来的成品了 你想不想见到它原生态的样子是什么呢 想啊 所以我想咱们要不然去这个 它的种基地可以去看看 有基地的 我带你去看 行 走吧 走 我国的天麻有四大产区 其中以云南昭通小草坝的乌天麻 最为著名 小草坝环境优良 无污染 海拔落差大 气温变化显著 同时常年浓雾环绕 水汽充足 给蜜环菌的生长提供了优良环境 而蜜环菌是天麻素累积的重要养料 天麻素的含量高低 直接决定了天麻药用价值的大小 小草坝的天麻之所以闻迷世界 就是因为其产出的天麻里 天麻素含量是其他产区的数倍以上 天麻在哪儿啊 那些那些那些 山头上全都是 那么高 所以要探寻到这宝藏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不容易 对不对 那咱们继续赶路吧 走啊 好几幅山要翻 这路也太难走 是吧 其实我都觉得有点难走的 马上 再坚持一下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登山队呢 两位女士已经开始搞 感觉是四脚爬行 小小乌龟上山坡 嘿嘿哟 嘿嘿哟 小小乌龟上山坡 嘿嘿哟 嘿嘿哟 到了到了 这些这些都是啊 这边都是 那我们还要走那么远呢 不用了 这边也是的 这边也是的 对对 天麻 我们来了 天麻就是 近在我们眼前了 是吧 这些 你所看到的地方 都有天麻 那其实你看 咱们费了这么半天 自己爬上来 对不对 你说为什么天麻 要选择这么样一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就 这个小草霸的天麻 都是要在海拔一千米以上 然后还有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 才种得出来这种天麻 哦 它这种环境 有利于那个 蜜环菌的生长 蜜环菌 蜜环菌又是什么 蜜环菌是给天麻 提供营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不是就在一定的气温之下 它才会长出这种气 对对对 那你说我们怎么着才能找到这天麻 这个是一个坎子对吧 就是说有这么样一个坡 有点像一个小悬崖似的什么 它就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听一下呀 拍一下土 虚实差不多 实的话就有天麻 我突然好激动 我突然好激动 你挖到了 挖到了 这个就是天麻 真的就是那种激动感出来 就是开始用手了你知道吗 形状太好了 这个天麻 有了 有了 哇 这里真的 这个真的很大 我们这个应该是特级的了 这个还要分级别的是吧 那你们这个具体的 真的是怎么分呢 就是一个天麻 一斤的话 就是一四斤的话 它就称为麻王了 一个有一斤 一个有一斤 真的是不识数啊 就这么大 我骂了不识数啊 我突然不想管你了 我也觉得好丢人 这个刚刚你挖的最大的 这个就已经差不多是麻王了 这个是特级的 这个是特级的 其实差不多 它为什么叫麻王 它可能镜头没有一斤 但是它的形状还好了 这里宽 这里窄 哦 上宽 下窄 对 我们拿去化验过 一年小草吧的天麻 就是天麻素的含量 是最高的 天麻素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它能够对人体补充一些什么 它头晕啊什么的 反正天麻就是钥匙两用的那种 那这个大概市场价能卖多少呢 嗯这个我现在顾不了价 因为要到当地市场去 哎小姐你也知道我们来到 就是说咱们一两个 其实想探寻那一个美食 叫天麻起锅鸡嘛 对不对 你是当地人 你知不知道在当地 有哪家餐厅 它做这道菜做的最好啊 你这样吧 天麻你们挖到了啊 就是你们拿到市场去 做的好的肯定是有的 他肯定会去那买天麻 那个大叔采购天麻 也是会去那个市场 对对对 嗯 我们这样我们就拿一袋子 好不好 好不好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去 你告诉我们的那个就是市场 我们去体验一下 那个因为这段时间 天麻大量上市 我也挺忙的哈 接下来我就不陪你们了 那很幸 很辛苦你带我们来体验了 我们现在就拿着袋子 然后再挖一点 挖嘛 好的好的 在那边一排都是去吧 好 单子哥哥 我们这个怎么定价呀 做买卖不会了吧 这样咱们呢 出来乍到 咱先了解了解行情 先问 好了我把这个 好 哎老板 卖天麻啊 哎不错 天麻了嘛 小天麻的天麻 来自这个三道 大雄小雄 您这三道价格不一样吧 价格不一样 这多少钱啊 这都是款配件 一百八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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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呢 这个我们都是这个 八十一公斤的麻 哎老板 那你看看我们这个呢 看看我们这个天麻呢 就是我刚买的 买了一点啊 这种的嘛 一斗是在这个八十块一公斤左右 才卖八十 为什么不是卖一百八 哪个大的 哪个大的 这个呢 这个大一点了吧 这个要大的嘛 这个卖也贵的嘛 这个们肯定带出去 三十五几该多 还卖三十五一公斤啊 三十一三斤 哦一三斤 哎老板 那你平常这个竞争对手多吗 竞争对手嘛 这个麻将都是一样的 竞争的嘛很高很高 哦 所以啊 就是市场盘子很大 再多几个对手也无所谓嘛 啊 老板那我们就在你旁边摆个套吧 就谁看都流下 我也是 来咱们准备把它了啊 来来来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进入室的一定要有我们的杀手锏 啊 所以呢 呀 对 对吧 这样我先用这个北京的方式来做一下 哎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啊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哈哈哈哈 你这不是北京了 北京的人这比较文化抵律 哎正所谓道德三皇五帝 公民下猴双周 对 你那其实没有冲冲 说是公众武道 哎老板不是 不少了 你也不少了 咱是不是都撑下去了 咱们都换了 对 大家看看 110 小小小 上等天马 上等天马 不卖180 不卖98 只卖150 来来来来 交钱交钱 哎呀你最好了吗 我们今天就卖 卖这一点 这边也要抢我们生意啊 咱们可能刚才的太有气势了 突然群起而攻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示热办法 我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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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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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天马第一天开卖 天马怎么卖啊 我这个天马很便宜的 旁边180 19 我们这个才多少 166 还送小的 还送小的 对 可不得便宜一点 还 还从这个小草坝挖出来的天马 你看多新鲜 天马都是谁可以 四斤中的小草坝 您是行见 我们这货真价实吗 对不对 对啊 还是有一点贵 还是有一点贵 算了 我今天不要了 我家里有一点事 我先走了 转身离开 你永远说不出来 还要得一相爱 只是 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干专业的事情 我们专业的事情是探寻美食 这个体验已经差不多了 咱们还是回到主线 因为咱们做买卖这方面 没啥天赋 当地不是最著名的这个 天马骑锅鸡吗 然后 要不问问当地人 大哥 你们这个当地是不是有一道特别出名的天马骑锅鸡呀 我们一人了嘛 是天马了嘛 像是马里水呀 那咱们这边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很出名做那个天马的这个餐厅 就是来拿货呀 对啊 多得很有 在您知道的这些餐厅里有没有一个餐厅特别出名 然后经常会来这边收啊 然后经常会来这边收啊 这个人是吗 这个人大概要貌什么样子啊 老太这个没有这个腿包提醒个老板头嘛 脖子很该经常 哎 蓬蓬 你看这样的体型脑大脖子粗 不是大魂就是伙伏啊 所以这肯定是咱们要找人肯定是个厨师嘛 对不对 嗯 对 他大概就是什么时间会来这边收天马呀 说不定 经常来 哎 蓬蓬 要不然这样咱们就逛一逛 说不定也许咱们蓬蓬远就能找到这位大叔好不好 走吧 哎 你看那边好像有个复合这个体型的人哦 真的吗 我们去看看 我后拿着我们的天马 还有你的袋子 我收不住 人家在 这哪啊 哦 是不是 不是 太瘦了 对 我们要有头大 脖子粗 脖子粗 我估计肚子也大 脖子粗 脖子粗 应该不是啊 这个绝对是 这个绝对是 你看 那个 很胖的 问问去 哎 大哥 请问您是大厨吗 您是不是最擅长做天马骑国鸡呢 不是 哦 哇哇哇 哎 前面那个 哎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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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就是制作天马 对 是的 我家是常做天马的 我听说啊 就是当地做这套赛 您是最出名的 是的 是的 哎 您好 找到了 您贵心哦 郭靖坛 要介绍一下 我是Dennis 这位是 我叫彭博 你好 然后我们来到就是 宜蘭当地 是探寻美食 您看能不能带我们去领略一下 您做的一个天马骑国鸡 对 因为我们特地去 当地的小小炮 对 挖了 挖的 我们是想挖的 怎么样 可以 在天马可以 就是说您看我们这么诚心的 也是带了食材嘛 然后那您 带我们领略一下呗 您买的鸡有吗 我们这天马骑国鸡 对这个鸡介食材有什么要求啊 它的要求相当高的 嗯 必须要我们当地的土母鸡 本地食材 它的年龄要在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 对对对 老母鸡 老母鸡 一些老母鸡 那蹬出来才好 既然是当地食材 我们就在当地取员 您建议我们到哪 到菜市场去买吧 菜市场就能买 对 大猪您告诉我 您店的地址 然后呢 我和蓬蓬呢 我们两人就去菜市场 买这个老母鸡 行行行 好的 行 那咱们一会儿见 好好好 再见 好 再见 这边就是鸡嘛 我们直接问问吧 诶 大哥您好 这是公鸡 这是母鸡 这是母鸡吧 这是公鸡 母的 母的多少钱啊 母的多少岁啊 嗯 多少次 几岁 你还说多大了 多大了 多大了 二十岁 啊 二十吗 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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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活不了那么大好吗 二十岁太老了 我们不要二十岁的 我们要两岁的 在旁边这里 就完全是超越了宇宙规律 二十岁的就要不了 太老了 这个也是母鸡啊 对 这个是母鸡 这个还蛮肥的 一会儿可以问一下 诶 老板 老板 你们这鸡怎么卖啊 这座二十岁 二十岁 母鸡 有没有两岁的呀 差不多吧 我这鸡 嫩吗 那一不算那一不还几天的 是不是和炖天嘛 哎呦 天呐 你这一看 真的就是不逛市场的人 说话人家都听不懂 老板 给我找一只母鸡 两岁的 肥点啊 然后炖汤盒 要炖汤的 这里 老母鸡啊 啊 那是乌鸡啊 这是乌鸡吗 对 对 你们这一看 这种乌鸡嘛 这个也是二十五吗 啊 能不能便宜一点啊 二十 老板 你啊 能便宜点 他给你表演一个节目 便宜一点吗 我抓 我抓得还这儿吗 会不会太残忍了 不会的 可以啊 你这样 可以抓一下 抓起来 因为那我们就买到鸡了 是不是 是 给钱那个事 那我们先走了 走了 拜拜 我们现在又有了 两岁的老母鸡 又有了这个 天麻 就可以做成天麻 气锅鸡 啊 娘娘来了 来了来了 你看 来 先验验货 和 您说的 本地的 本地的 母鸡 然后还有 母鸡 两岁的 行行行 可以吧 可以可以 炖汤最合适了 是不是 我瞧一下天麻 天 好的 那这样的话 那你就带我去 看一看你到底是如何制作你的天麻 气锅鸡 好不好 好的 好 那你就找点休息 然后等着喝汤 好 好吧 那我就等你吧 好 拜拜 大概这个厚多 可以吧 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横截面 非常洁白 而且要是用到这个 气锅的这样一个料理的方式的时候呢 就等于会把天麻所有的营养 全部融在鸡肉里 然后再带着鸡肉的营养到汤里 在滇南本草一级中 昭东的天麻 被云南当地视为药食兼用之品 天麻气锅鸡 以小草坝天麻 及当地长制一年半的土鸡 为主要食材 将天麻与鸡入气锅 隔水蒸至两小时 沸腾的蒸汽 将天麻与土鸡的本味充分积放 并相互融合 最后形成浓浓的气锅鸡汤 这道菜香味浓郁 既有补须养生 补血 健脾开胃的功效 也有平肝西风 养血安神的功效 是冬日进步中 温补的药膳美食之一 哇 你看 咱们呢 其实要专门呢 去找寻这个天麻气锅鸡 但没想到咱们遇到大厨之后 给咱们这一上一桌天麻业 对不对 我要多吃吃这个天麻气锅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上过国菜啊 它招待过世界的贵宾 所以我要多尝尝 其他天麻我也要多吃 要一次吃个够 做这么多我看 其实里头不光是就是 保有这个天麻的原型 对吧 其实还会有很多 其他一些变化这样的方式 那做这些菜的时候 您这个创意的理念是什么呀 我是地道的医疗人 从小到大都吃着天麻 我们医疗有得天独合的地理优势 造成了这里是和天麻生长的环境 我也可以说对天麻有着独特的感情 所以我就打算了天麻业 对天麻气锅鸡这道菜 可以说有着独特的感情 小的时候每到冬天 妈妈的一碗汤喝得我心里暖暖的 也就是说就是把家乡的这个 对家乡的 灰宝发挥到更加极致是不是 对 帮帮真的好好要尝尝这个汤 对啊 好香啊 闻着就很香 暖暖的 好贴心 我刚刚喝了这个汤 我就感觉现在身体都很热乎 因为现在外头也很冷嘛 一口汤喝下去 就是顺着我的喉咙 然后就一直暖到了胃里 就真的很舒服 入口它会有甜甜的 然后我会发现 它的这个汁水会很多 它的鸡汁味 可以更大的放大了出来 就很香 很甜 跟大厨一块 再去做这道菜的时候 鸡肉在底 然后天麻就凸在上面 你还记得气锅原理吗 它不是最终会 从这边去流出来的东西吗 也就是说 营养从鸡肉往上去走 然后再有汤汁 再从天麻往下去渗 所以你刚才尝的这个浓郁呢 不光是就是说一种肉 或者鸡肉的那种浓郁 它这里头其实会有一些 酸一点点啊 什么这样的一种味道 其实它就是天麻的那个元素 融进去了 所以天麻又有它药效 然后制作美食 然后又能有这样的美味 其实慢慢真的是 让每个人都有暖心 你们再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也是天麻做的 天麻还能够做饺子 可以的 我以为它只能够炖汤 我尝尝看 这个天麻在哪里啊 在皮里面 等于是把它融到面里 对 就有点像糯米包在饺子里头 但是它又比糯米更加的清香 对 我觉得你可以尝尝这个小 这个很有意思 对不对 天麻往下 等于是把天麻融合进去了 对不对 天麻和猪肉 因为猪肉和这个天麻 相当有滋补的作用 其实大叔 你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借鉴 就是淮扬菜 其中你的那个狮子头的一些 对对对 我是以红烧狮子头来改名的 叫清蒸天麻丸子 你们尝一下这个吧 这是原味天麻 它是来清蒸出来的 这个是小天麻 对对对 小天麻 孟天麻又叫 谢谢我今天拿手了 我觉得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料 它只需要这样纯纯地吃下去 就会有那种甜味 慢慢地溢出你的嘴巴当中 再喝一下那个吧 再尝上什么呀 天麻丝 天麻还可以炒着吃 这个长得 可以炒 可以明白 而且这个也有点像那个 罗伯斯白白的 就是晶莹剔透的 就很好看 感觉来和其他菜 根本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素炒的天麻丝 真的它的脆度和别的 又完全都不一样了 就是就感觉嚼在嘴里 它有点像那个萝卜 和这个土豆丝的结合 就是它又会有那种 轻轻的香味 然后又会有萝卜丝的脆度 但是又不会有那个萝卜的 这种辛辣的感觉 就很爽 那个再给我拿两个 我还想吃 我还要吃这些 等一下 天麻 它也有它的好处 也有坏处 天麻是药食同源的一种材料 它既是中药 有着它独特的功效 也是一种食物 有着滋补的功能 我也非常讲究 天麻食用的时候 和其他食物的搭配性 我们吃的时候 也要考虑自身的情况 不要盲目地食用 如果吃天麻的话 就大概涉取到多少量的时候 就不能再去吃了 一满多的菜 最多我们上菜 都是上一两个天麻 天麻是宜良当地的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同时它也是宜良的一个名片 对不对 那您以这个天麻为主 做了这么一桌的这个天麻叶 在这个方面上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想把它做得更好 做得更大 所以说研发了 许多天麻的菜 我觉得来说特别好 大家都知道天麻好 但是呢 大家如果真正在去做饭的时候 大家只说在入汤 所以呢 这个就会限制天麻的一个推广 对对对 但是你看大厨其实把它你看做的又有这种 真的又结合饺子又做成小丸子 然后还有平常的清炒小菜 这一下能够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天麻 把天麻和人之间的这种门槛就降低了 胖胖 你看 今天你看我们在宜良当地呢 其实我们除了就是探寻完天麻这个食材 我们了解食材呢 同时呢我们还了解到什么 就是说食材对于宜良人到底意味什么 对吧 今天我们扮演着一个小摊贩 而且那个大哥特地帮我们 对啊 然后呢就是说有人过来讲价的时候 人家也其实也帮我们再去谈谈价格什么 所以就会发现什么 就是说通过这个天麻呢 其实也把宜良当地的每个人 也联合到一起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份 可以说是感动的言细 就是能够一直暖到很久很久之后 每次我们最后探寻食材 最后吃到我们探寻食材做出来的美食 尤其是如果一碗热汤 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嘉奖和安慰 所以这也是美食它最高的一个境界 也就是说填补人心 回到我们的漂江厨房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把这个天麻很好的利用好 而且呢我觉得我要制作这道美食呢 让老百姓在家里头 可以很好地把天麻和日常食材 结合到一起的一个美食 好 喜好 好 好 欢迎 好 刚好 天麻是中国独有的食材 但是作为药膳食材来说呢 它的料理方式 大家比较熟知的还是炖汤 这回呢我来到天麻之乡云南仪良 感受到当地用天麻 做出来的创意美食 那会给我什么样的启发呢 拭目以待 用汤汁吸收天麻的养分 用牛肉包裹天麻突出口感 一道温暖美味的天麻肉丸汤 让你更加贴近健康 这是我的厨房给你一个念想 上菜 这里有心中的日月之味 这里能体会到纯净之味 探寻敌尽 珍贵食材 品味藏区 独特美食 快千三万岁 只为遇见 你更加贴天麻的 我先给你遇见 我做得不错 你